将于周六晚九点播出的电视剧《爱的破奖》第十一集中 将展现李正赫而影视力的快乐时光 上集中经过多次尝试 影视力终于戏剧性地回到家中 华丽回归 回去的影视力对李正赫的分手感到非常心痛和犹豫 默默说出分手话的李正赫 也越过界线与他接吻 确认了火热的爱情 两人立即回到各自的生活中 开始原地踏步 但影视力却感到不知何地的空虚 感到孤独 如此思念李正赫的影视力的样子 让人倍感惋惜 在十九日播出的第十集末尾 两人奇迹般地重逢 感动不已 影视力在首尔大街上毫无停歇地走着 而李正赫却像梦一样出现在他的眼前 像这样离开而又再次相遇的 银旅情侣的爱情故事 备受期待 预计在周六二月一日播出的第十一集中 李正赫影视力在百货商店度过甜蜜时光的场面 将会被刻画出来 在公开的照片中 李正赫的西装造型吸引了人们的视线 影视力对李正赫完美的身材表示满足 期待在首尔展开的另一种化学反应 不仅如此 为了守护影视力而来的李正赫 能否顺利完成任务 两人的幸福时光能否持续 无法预测的剧情发展 让期待和紧张感一同高涨 随着感情线的展开 《关于谁》是幕后大反派的戏码 也在慢慢上演 目前来看 全剧最坏的人物非赵铁哲莫属了 她已经变态到追随莉莉来到韩国 并且现身影视力的公司车库里 对女主角的生命安危造成很大危险 但很明显赵铁哲绝对不算幕后大boss 她的备用势力才应该是李正赫而影视力最为担心的 而从目前剧情来看 剧里的幕后大boss很可能是搞笑担当 也就是女二号徐丹的舅舅 从她一出场就是个搞笑的人物 尤其是她和徐丹妈妈的对话 不知逗乐了多少人 但在第十集中 当赵铁哲在法庭上对峙时 舅舅看法官对视的那一眼 让不少人都怀疑她真实身份 绝对不如表面那么简单 细思极恐 一旦舅舅是最大反派这个设定成立 再回头看剧 网友们能发现其实编剧一直在埋伏笔 舅舅的出场是收压锁里看看谁又犯了错误 结果发现被关押的人是李正赫后 她才让手下赶紧开门放开李正赫 当时看这一段 迷妹们只觉得李正赫太帅了 穿着军大衣实在太怠感 但为什么舅舅会在这里呢 一开始她说 让我看看谁又不听话 说明她其实跟这类人是同流合污的 第二 舅舅几次跟李正赫强调 让她不要调查她哥哥是怎么死的 虽然每次大都是语气很真诚的劝切 李正赫查不出来 这是不是意识着她知道些什么 第三 舅舅跟徐丹讲她和妻子的故事 屡次提醒徐丹李正赫并不喜欢她 也许她明白李正赫跟尹氏力之间的感觉 也许她知道自己要和李正赫对立 不想让外孙女为难 在电梯里 舅舅还故意讲李正赫不会把女人带回来同居 综上所述 舅舅绝对没有表面那么简单 如果她真的是反派的话 那么李正赫尹氏力的处境就危险了 敌人在岸 他们却在明处 尤其是舅舅还是个笑面狐 谁也不知道她手腕有多硬 这也会让李正赫放下戒备 进入敌人的圈套 并且李正赫的父亲的地位岌岌可危 他会不会倒台也成了距离的一个大疑点 因为如果李正赫父亲一直在位 按照李正赫的身份 他和尹氏力真的有未来吗 请不吝点赫